新版本的部分你看 你可以拿現有表彈進去 進來 有沒有 他這個上面他在這裡 調色盤 就是直接選 然後呢如果你喜歡有一些主題的 跟之前比較不一樣有沒有 他在這邊 我想要這一種的 你就點他 上面這裡就改變了 這樣才覺得 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麼 其他的都很類似 只是呢他現在把回覆的部分 直接加在這裡 也就是說 你的回應摘要 好像 沒辦法直接 公布給人家看 就是 你自己 你是管理者可以進來看但是 一般的user可能就不能看到所以在回覆這邊會像這樣 好會像這樣 你要不要接受回應但是他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要不要接受回應 這裡可以直接 開關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時間超過了就不接受回應了 好那 題目本身呢 文字在這邊 有沒有新增問題 選單的方式不一樣 基本的 那些 做法都相同 好做法都是一樣的 那麼區段是在這邊 區段 影片啊這些都一樣 所以 所以 實際上是差不多啦 蠻接近的 那麼 比較特別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是不是學校教育版的 所以 預設還是一樣 只有學校網路 那那個關機在哪裏 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 你要從這個 這個 齒輪這邊 把它改成所有人 這樣 大家看得到 那他這裡 所謂的查看回應災藥 我發現好像 沒有登錄還是看不到 還是看不到 所以 這個部分您可以稍微 留意一下 當然如果你要做 老師要拿來做 好券的話 可以把這個勾起來 因為這樣就隨機了嘛 隨機的可能 同學之間彼此 偷看的機會就 比較少一點 其他的應該就還好 其他的應該就 比較接近 比較接近 所以新版本 只要是改變在這邊 當然不要忘記了 隨時可以逃離開 好您可以從這邊逃離開 OK來 我把畫面還給您囉